是因為那天法輪老師回去整理一下東西 然後我有發現有一兩個問題可能要補問的 所以我就先補問上次的 上次有一題是談到閱讀嘛 那其實當然就是Audrey的閱讀的歷程很豐富 但是我比較好奇說在各階段 比如說包括小學 然後後來以及後來之後的時間 你都會看一些一般人認為 非主流的書 詐書 對 課外書 或者是一般人認為經典的書 所以你回顧起來 你自己好奇心而看的書 或者是剛好看就很有興趣的書 那種選書的一個就是你自己的邏輯 應該說你自己喜歡 沒有什麼邏輯 就家裡有什麼書就看什麼書 因為我爸就每次發薪水就去買書 所以他有空看是他上班忙一陣子 但總是到他有空跟他買書 中間會有一段時間差 對 所以因為他開始看我就不會搶他的書回來看 對 很有禮貌的心態 對 當然嘛 那所以就是要在他買了 但是還沒有規規 還沒有放到書櫃上 等那一段時間 可能一兩個禮拜 中間我要先把它看完 對 可是即便是這樣子 比如說像邏輯哲學論 就是維根斯坦的書 就一個小學生來說 其實真的還是有點難度 所以你 他裡面沒有 其實對小學生而言 最困難的是什麼 其實是需要我們的外在經驗知識的 對不對 如果他現在講一個說 要不要怎麼衝浪的教學書 我再怎麼看也不會因此會衝浪 因為我必須要實際去那個地方 有一個體驗 書裡面那些字才會發生異議嘛 但是邏輯哲學論裡面 提到的每件事情 我在房間裡面 也都還是可以驗證 也就是說 他不需要那麼多的先輩經驗 他需要一些先輩知識 但是他對經驗的要求比較低 所以那個對於小學生也好 對於就是幼稚園也好 其實他需要的先輩知識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反而 邏輯哲學論比較容易看 那像比如說老子那些也是嗎 也是一樣嘛 是爸爸是把書歸上的書嗎 對 《道德經》裡面或者媽媽或者舅舅 總之因為家裡很多人嘛 大家都在看書 對 就是像老子 他裡面也沒有提到什麼 就是你需要去外頭 才能夠經驗到的東西 事實上他說什麼不可以用見天道 指的就是只要在房間裡 那絕大部分他《道德經》裡面提到的概念 其實都已經可以對應到經驗 我不需要去外面找經驗 所以大概這種性質的都是很小的時候 就比較看得懂 嗯 那之前我們的談話裡面其實你也提到過 其實《四書五經》你也都看了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後來就是被你反覆提到的是老子 而不是比如說論語啊或是其他的 大概兩個原因 一個是說論語他就有就是社會經驗的指涉 哦 OK 對不對 就前到剛才回應剛才那一部分 嗯 對 那但他當時的社會脈絡 跟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大的差距 嗯 所以裡面能夠使用的部分 嗯 必須要經過檢選 那個檢選必須要我真的社會化 在那個社會化環境裡面作用 嗯 才能夠使用 對 對 那等到我後來真的社會化之後 我就發現我社會化那個環境 跟論語裡面提到的環境 其實真的差很多 不一樣 對 因為你不是在一個傳統的組織裡面 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 現在我們也很少在討論活人先機什麼東西 嗯 真的時代有一點久遠 哈哈 在陪葬什麼東西 好 好 知道 對 但是《道德經》裡面很少提到那一類的東西 所以他講的東西就有點像是 呃 數學或邏輯的規律一樣 嗯 那其實到現代其實不太需要經過過濾 嗯 還是可以使用 嗯嗯 嗯 那說到《道德經》其實呃 我後來其實有拿幾本來看 其實我自己有些部分還是看的不是很懂 不過我有注意到有一個事實就是說 事實上在嗯 嗯 舉例來說好比像說 另外一方面是說 嗯 他的比喻的用法 嗯 就是說他的比喻的用法 呃 我覺得非常的 我覺得對於小孩的對於小孩而言非常友善 那他的主張 嗯 嗯 應該也是吸引你的吧 他的主張 那他有什麼主張 嗯 比如說 嗯 跟社群 跟社群的關係啊 跟社群的關係啊 或是對於國家 呃 就是一個政府治理的領導者的態度啊 哦 是啊 有太有 當然有些態度嘛 嗯 好比像說這個呃 呃 唯天下骨嘛 就是說盡可能去接受 而不要那麼快判斷 對 或者是說呃 盡可能去呃 就是一月次二月減三月不敢 唯天下骨 就是說盡可能的去同理其他人 而不是說好像呃 一下子就覺得自己什麼都知道等等 嗯 就一個比較謙虛 謙卑的一個態度 而且不是只是對其他人 而是對整個自然 對後代 他也對什麼都比較謙虛的這個態度 嗯 那我覺得這些態度都很棒 就是說你所影響我 當然有影響我 嗯 對 不過我不特別覺得那是一個 好像他要defend的主張 我覺得他很多在講到這個時候是描述性的 OK 他只是把他講的講出來而已 對 事情是這樣 對不對 那那 使用者甚至圖這個 對不對 就是說 你要這樣那就會有這個結果 並不是他主張什麼 而是他描述說 哦 我看到了 你這樣就會這樣 嗯 嗯 那國外有的 對一些評論家 或者是他們對於 對 了解你的意思 好 嗯 那近期就是你會閱讀到什麼書 嗯 是因為朋友的推薦嗎 還是因為什麼原因 比如說你腦子裡有個關鍵字去找書的時候 通常你會怎麼來進行 嗯 嗯 我擔任這份工作之後 常常就會有人把剛翻譯好的整本書寄過來 哦 然後問我要不要推薦 嗯 然後我都會很認真 就是 至少每個字都看過 嗯 不敢說這個 有理解啦 但是就快速把它看過 嗯 所以上一本 嗯 來要我推薦的是那個 呃 俊斯伯克 就是美國一個大法官 嗯 嗯 對 不恐龍法官 對對對 從從國中二年級到他登出 維持他的很多的文章的一個選集吧 對 對 我覺得那一本蠻不錯 對 那個我也有時候可以推薦 嗯 對 那所以呃 其實大概 如果是整本的書 現在一大半的來源都是這種 嗯嗯 就是就是人家準備好一整本寄給我 對 對 那你說我會主動去找的 已經大部分都不是整本的書了 大概都是論文啊 不管是已經發表的預印版的 放在他自己網站上的等等 因為大部分我要找關鍵字的身後 是一個當下的一個挑戰一個問題 那大部分回應這些問題 他還沒有辦法來得及寫成書 哦 所以就速度來說 認文是更快 對 更快回應現狀 對對對 所以你找論文會怎麼找 欸就一般的找法啊 就是Google Scholar啊 Archive啊 什麼之類的 嗯嗯 那你反而找論文的機會多一點 嗯 對 因為它是當下的問題 OK 那上之前你看到的 比如說 憤怒與希望那本書是怎麼 就是你是怎麼開始讀的 嗯 那一本是因為我之前就看 communication power 哦 那那是 對它是communication power的應用 對 那communication power為什麼我會看 是因為當時我在 來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social text的時候 呃 要解決一個設計上的問題 那我本來就知道 Costellus 呃 往心理學轉向 對 就他本來是做 呃 資訊社會學 但是他後來就是 接觸到很多 呃 現代認知心理學的這種概念之後 對 那他就開始討論憤怒啊 希望啊 等等的這些感受去 對 對 那那因為當時我們在設計的 就是類似現在的twitter啊等等 這種互動空間嘛 對 那種叫Signals 那所以呃 我們就要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去看說有沒有人已經研究出 可以比較好的運用大家的 親社會情感 而不是說都是讓大家在反社會情緒裡面 對 去使用這種即時通訊軟體 對 那當時我負責就是在 呃 設計一個手機板會跳通知的那種 的即時通訊的共同合作系統 類似像slack啊等等 對 那所以我需要 一個理論框架嘛 我才能夠來 去試說 不同的設計的取捨啊等等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想說 欸 之前有看過這個 資訊社會三部曲呢 就去找Costells 那就發現 他最近也在做這個題目 所以就開始討論 但是最早應該還是看到 應該是在MIT吧 就是他的一個 好像書評 或他的一個講座 那從那個比較短的再去看說 那最後沒有一本書這樣 所以人民絕對是關鍵字 那當然 對 因為他有一個延續的研究 對 我也是看那本書才知道說 呃 前兩年香港 有事的時候 有人提到說 嗯 就是 政府可能透過斷網 對 我也是看到那本書才知道原來斷網 其實不可行 因為全世界各地的 很容易 對對對 會有一些救援的信用 會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對對對 會需要救援這樣子 好 那了解 那既然講到Social Tax 我再問一下就是 當初 加拿大 對 我們主要的測試團隊在印度等等 對 就是說我加入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跨市區的 OK 所以我從來 可能唯一一次講的relocation是說 什麼新加坡推出金卡什麼 然後這個Social Tax的同人問我 要不要搬去新加坡 對 因為好像可以減稅 還是什麼 OK 不算記得這個詳情了 對 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類似救援金卡這種概念 OK 對 那但是除了那一次之後 從來沒有討論過relocation OK 那如果今天 真的有 可以 比如說移居其他地方的選擇 你會認真考慮嗎 還是你 我那時候有認真考慮新加坡 然後就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沒有必要 那所以今天如果一個 年輕人就是比如說他也接到一個海外的工作機會 我就說矽骨好了 所以你覺得有可能就是他就跟對方講說 我希望能夠爭取在台灣工作 我今天是這個就是已經pandemic 所以他百分之百可以這樣講嗎 對對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最近也有一個情況是 比如說美國那些大公司就是尖亞公司 他們有些也會希望員工重返崗位 但是是一週幾天而已 對對對 那但是有人就覺得我不要那樣子 對啊 當然啦 因為大家習慣了 對 所以對他們來說可能 你怎麼看這個變化 你覺得這個是往好的方向 那時候的social text 我們應該是每半年左右一次all hands meeting 我覺得這個節奏還OK 這個頻率很好 對啊 或者沒進也許也不錯 但是應該不是每個禮拜 OK 因為上次講的時候你有提到說 有些時候組織有些限制的時候 你會去進一步思考 就是這個限制要體現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有些時候你會用其他的方式去說服對方 就是這個體現這個價值 其實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對 他比上說all hands meeting 一部分是因為希望大家socialize 就是喝一樣的飲料 吃一樣的食物 之類之類 那這樣子之後比較有共通的話題嘛 聊起來比較容易 對 那時候就說 那這個social text Pala Alto開了那個就是Golden Birch GB 那他們都常常去那個餐廳討論 公司 那我就說Golden Birch在台北也有開 那時候我剛開了 那時候我剛開 對 所以我們可以去就是不同的分店 吃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後來他們還有 因為他們公司這個就是 那時候我的一個很自信 同時很喜歡就是分享他的那個 Napa Valley的酒 給他的就是同一個team的人嘛 那我也算是他的team啦 那所以他後來就就是千里條條寄來 那不是什麼名貴的酒 那非常非常便宜 其實 但是就是從他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可以就是約時間失去 然後喝一樣的東西 對 這就是foot call drink call 對 that's right 那所以就是這樣子一部分 也就是為什麼我不需要 每一兩個月就跑去Pala Alto 對我們找到了一些就是替代的一些方法 OK 您剛才說你要餐廳是Golden Bridge Gb嘛 Gb嘛 Gb Gordon Beach 是不是 我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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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三麥 對這邊泛街金色三麥嗎 真的 我不是他 好 那只有Gb OK 有電腦的人可以拆 好像上面有電腦 對對對 這真的是有網路時代的太好了 那您剛才講過 你辦哪一次的那個會議叫over All Hands Meeting 就是所有人都去 對 All Hands A-L-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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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全員到齊的意思 對對對 沒有中文 它就是寫Gb 鮮釀餐廳 應該就是Gb 鮮釀餐廳 沒有翻成中文 就像Creative Commons翻成CC 是一樣的 對 是一個翻譯 OK 好 那我大概知道了 所以感覺現在年輕人對於工作的主張 其實是可以勇敢提出來的 對不對 很容易 就是想要怎麼工作 很容易 對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就進行到前面的主題 今天主題啊 會在空間 這個 核心這個關鍵字上面打轉 所以會問很多跟空間有關的問題 嗯 就是 因為去年整理了那本書之後 當然就發現了 其實 就是 Odrey處在在不同年紀 處在不同的空間裡面的時候 有些時候人生會有一些戲劇化的 比較戲劇化的變化 比如說剛開始因為是 有點像是三代同行的家庭嘛 所以你就是一個被大家庭照顧得很好的小孩 嗯 然後每天就是有 爸爸媽媽以外的大人 在照顧你跟跟你對話 對 那你現在想起來那樣的一個三代同行的環境 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當然一部分是說 讓我的興趣比較廣泛 嗯 因為裡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專長興趣等等 嗯 可以舉例嗎 比如說你跟誰學到什麼 或是跟誰學分享了什麼興趣之類的 嗯 好比像說像我的兩個叔叔 就是我爸兩個弟弟 嗯 那一個是法官嘛 對法律有興趣 那另外一個是工程師嘛 嗯 那特別是做就是像壓縮機啊等等的 這方面的發明這樣 哦 機械工程 對 所以就是說 嗯 法律跟機械工程 當然你硬要講說 都有一些規則什麼 事實上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對 對也是不同的思考世界的方法 對 對 那我的兩個姑姑 姑媽啦跟姑姑 那 嗯 就是也是做不同的的生涯嘛 那一位是有專業的就是護理師的訓練 OK 當時還叫護士 護理師的訓練 對 那然後 呃 另外一位他是 呃 在就是 幼教 然後之後好像也做了一陣子的這個 跟公共行政有關的工作 嗯 這樣那所以就是說 嗯 就是說軍工教 因為因為 呃就是 爺爺跟外公都是軍人嘛 對 對那 阿媽是這個 也是教育幼兒園 那外婆是教國中嘛 哦 都是在教育 對對對 就是說長一輩就是非常軍工教 對對對 對那次一輩就是我的叔叔姑姑這一輩 那就非常的廣嘛 對 那呃 呃 當然我父母是做新聞工作 對 那他們的呃 呃就是學術興趣 所以又分別是 我母親是上司法嘛 那我父親是政治嘛 嗯 對所以就是說呃 可以說同一件事情 家裡就有 非常容易的就可以有五六種不同的角度 嗯嗯 再看 對所以第一方面就是說 不會被呃 呃 單一的什麼東西所局限 嗯嗯 而且家裡的討論氣氛也非常濃厚 嗯 並沒有什麼就是誰受了算家訓什麼東西的 嗯嗯 所以就是一向就是覺得任何事情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大概嗯 就是主要的影響 所以這種討論通常應該都是晚餐之後嗎 都有啊 對 所以呃 呃 大家會怎麼起頭 比如說看到一個新聞大家就開始討論 有可能啊 就是像因為當時我父母做新聞工作嘛 對 對 所以也許就是會來討論說 呃這個民主進步黨阻擋了 呃 這個好像也沒有全部被抓 好像還要選舉 嗯 選舉辦得成嗎 什麼之類的這些 就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的一些事件 OK 呃那因為那個是跟實事有關的 那其他跟比如說機械工程有關的 或是跟護理 護理 食這個行業有關的 嗯 通常那些話題會是什麼 呃 當然 當然他們工作上面 生活上面 或者是說 呃他們自己發展他們的事業上面 很多都會帶回來分享嘛 對 那但是我想講的不是就是一些particular說 呃那個時代的背景的東西 而是說呃看一件事情的角度 看一件事情的角度 的角度 對 呃 因為很少說在我們 我記憶中我們家裡的討論裡面 會覺得有什麼標準答案 哦 OK 而且 像我母親 那時候 因為他是在學生時代有引進那個Oregon辯論法 到台灣 所以 呃他應該他們幾個演變社的 就是 對 呃引進的 那至少他們有幫忙翻譯規則之類的吧 對 所以他就一直 就是他會把二二二辯論法去跟以前的那種類似 有點像分別演說的辯論方法 哦 去做比較 對對對 因為二二辯論法是模擬在法庭上面的即時的質詢嘛 對 一直到我們那個時代大學的時候還是用這樣的方法 對對對 那所以他就會就是跟我分享說 其實並不是說正方對或反方對 而是說一件事情本來就有很多方面 那在做辯論的準備的時候 你必須要能夠從各種不同的方面都能夠為他辯護 因為一方面比較實際的 你不知道你最後會抽到正方還是反方 那二方面比較超然的 就是說本來一件事情就不會只有我們一面這樣 嗯嗯嗯 所以你其實是從很多方面得到了一個相同的訊息 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很多角度可以觀看 所以你後來自己秉持的那個站在每一邊的那個 對啊 是不是有一點受到這個影響 對就選每一邊站 對 站在每一邊站 對 那另外就是在空間上的變化呢 因為後來有一段時間你們是小家庭是到新店那邊去 有一段時間在新店 但是沒有多久就去德國 對 今天那個幾個月還是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OK 嗯 嗯 花園新城就是一個非常清淨大自然的環境 而且 零裡之間的互助很多 嗯 對我到比較大才知道說 原來就是不是所有社區都是營造人家 是 那是一個非常 特別的 對 你看小孩子就是覺得 啊就是 在我手邊都是 不就是因為大家一起辦幼兒園嗎 對 其實大部分的地方不是 對對 而且它那個清淨大自然那個真的是也是很少 對 對啊 所以那段時間雖然很短 可是 呃 那時候你在那邊的就是 過的生活 你現在很有印象的 以及就是你覺得有 對你來說有 有影響的部分是什麼 嗯 我覺得兩個 一個就是社區嘛 就是 大家想要一起辦幼兒園 就一起辦幼兒園 一起辦花蟲劑 就一起辦花蟲劑 對 我真的到很年長 大概三十四十歲 三十幾歲 嗯 就是比較花力氣去了解 就是別的地方的社區營造的做法的時候 才知道說 不是每一個看到社區營造 或社區發展協會的地方 都像花蟲劑城 對 對 就說雖然名字一樣 但是其實呃 在花蟲劑城它做到的細緻的程度 是很不同的 對 那也是因為 花蟲劑城的建設公司 因為眾所周知的歷史上的原因 並沒有實質上面的來管理社區 嗯 所以社區等於是一個 完全必須自治的 對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對 那這也是很特別的 因為很少其他的社區 會連就是自來水管 要這麼欠 都必須要出谷自己來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不同 就是 就是呃 我現在把它叫做社會部門的東西 很多是來自於之前 我在花蟲劑城 我在就是那個周邊的一些經驗 嗯 或是說呃 在祝福營蒙綠主張 當什麼環保小煎餅 什麼東西的經驗 就是說呃 現在如果旁邊有呃 污染問題 有什麼問題的話 並不是只是抗議要政府去做 而是每一個關心的人就可以開始做 嗯 那對 那花蟲劑城當然有很多像 像荒野的人啊 像就是 其實很多人嘛 都在那邊 所以就是你 你沒事就會看到一些新的做法 對 那所以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就是說 它有一個社會部門的自發性 對 這個自發性 對 這個自發性是 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的 那那我覺得這個是影響我很深 就是不會再去好像等政策改變 等過了四年我們投票選立場還是怎麼樣 對 而是說那我今天看到的問題 我明天就可以做點什麼 嗯嗯嗯 對 那第二個是 就像你剛才講的 就是那個自然環境 也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對我來講 我不是很能夠運動 但是在職談國小的時候 我不需要特別去參與運動 但是我也可以看到說 就是跟自然相處的很好的人是怎麼樣 運動很好的人是怎麼樣 當時職談國小 現在可能還有 有射箭隊 那都是就是非常 表現非常好 然後也非常有 有自我認同 對 就是覺得說這個射箭很好 是很棒的等等 對 所以那是一個不同的文化 就是說 跟自然相處得很好 跟自己的身體相處得很好 它很自在 而且有一種尊嚴 那可能也跟旁邊的就是太亞族的 原住民族的文化有一些關係 對 那所以因為有這樣子的感受 所以我也發現說 所以不是說 知識上面發展得很好 是唯一的一條進路 對 一個人他在被社會肯定的過程 也有各種不同的進路 所以我之前講的 就是從每一邊看等等 還是很知識性的嘛 就從不同的知識的角度看 但是我在幻星城 或者指探國小 體驗到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除了知識性的之外 其實也有跟自然相處得好 跟自己的身體相處得好 等等的別的價值這樣 嗯 的確 所以你剛才 因為這個環境裡面 是有太亞族的環境 所以你 了解太亞族的這些價值 是透過什麼管道了解的 嗯 當然一方面是 當初在半種子 實驗小學的時候 本來就有太亞族的老師 事實上是本來的 新賢國小 他們就是本來要廢校 那後來用那個小弟 扮裝子 對 但是本來的就是主任啊 就是老師了 呃 其實事實上是 也是當地的頭目 嗯 對 那也還在嘛 對 就有丁毅賢老師 那 所以他們不管是 教野外求生啊 教一些族語啊 教這些 其實都是很自然的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在那個 這個環境裡面 也曾經提過 嗯 您後來也發現太亞族 呃 的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 呃 價值觀跟漢族很不一樣 就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有些什麼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也好好奇 嗯 嗯 我覺得我想講比較根本的 就是說 呃 對於文字的這種文化 呃 其實漢族對於漢字 是非常的執著的 嗯 極為執迷 極為執迷 而且他擴跡到就是本來 根本就講不同語言的 好比像說日本等等 嗯 的地方 好像他一旦開始用漢字 不管漢字怎麼發音啊 他就進入那個文化圈 所謂漢字文化 對 就是說就好像文化是用漢字來定義的啦 對對對 對 那 但這個當然他也造成一個狀況 就是說沒有辦法變成文字的 就可以講的用手勢用什麼方法表達 但是沒有辦法文字化的 好像就不存在 嗯 編成 對就是會變成 嗯 好像是不那麼值得花那麼多力氣去學的東西 哦 我到解 所以他是 呃會 以這個作為一個 呃 怎麼講就是主流跟非主流的界限 對 對 就是說 像畢業證明戶馬 找到一個名字是有必要的 對 的這種想法 嗯 它是一種類似規範性的想法 就是說 好像你不進入這個想法的世界 你就很難說自己是漢字文化圈的 的一員 總是要先找到漢字沒有至少造個字吧 嗯 來來來表現它 嗯 你說對了 所以像那個台文是 也 也有那個想要走字的感覺 對啊 拼音方面的 對就是說 呃 但是 其實其實台文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有一些他是 呃 外來語介詞 嗯 或是他本來就呃 就是類似在日文的話就一定會用假名而不會 特別去找漢字 對 對 的那些那些情況嘛 對 那但是 因為漢字化的那個規範性非常強 所以就是到最後 無論如何都要造一些漢字 對 來形容這樣 對 那 那 anyway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呃 太陽族也好 其他的原住民就是難道與各族也好 對 並並不是這樣 可需要啊 對 完全就是 他們當然不是說看不懂字 或者是說沒有能力用這個拉丁字母拼出自己的族語 但是他們了解說他不會執著於那個alphabet 對 只是說那個到底有什麼意義 對 對 那他們在意的是說 呃 就是一個知識在傳遞的時候 它是在怎麼樣的社會脈絡裡傳遞 嗯 那個社會脈絡跟自然的脈絡 所謂的GADA 嗯 它是有沒有完整的被啊 這樣子的傳遞的過程保留下來 也就是說他他在意那個傳遞的完整性 而不是說哦 我就找到那幾個漢字的的的矛定 他沒有什麼矛定啊 他們的的想法是說 哦 那在那個當下的文化的傳遞 是完整的就是你的就是眼耳鼻舌神的體驗的結合 嗯 而不是說不管你經驗到什麼就找幾個字 到最後就剩那幾個字 對對對 的那個情況 對 了解 那我並不是貶低漢字 就是道德經驗是漢字寫成的 我的意思是說它是完全不同對於文化傳遞的觀念 OK 對對對 有文字可以傳遞 跟沒有文字 跟主要靠體驗的 也可以傳遞 對 那你有覺得說 嗯 比如說在太亞族的這樣的傳承裡面 你有看到什麼非常讓你經驗的地方嗎 比如說他們 因為他們比如說不管是教授有愛求生啊 或者有些時候可能 呃 比如說他們教授族語的方式等等 就是說有哪些是 有沒有哪些特定的事情是讓你現在想起來還是印象很深刻 嗯 我覺得 就是 我還是想要回到比較本質的部分 嗯 我覺得 有一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說 所謂的 呃 個人的 呃 积累 嗯 就是 一個人的價值 其實 你看我們現在用漢語 用華語 講這個 其實已經已經 我用英語好了 嗯 就是說 英語裡面常常說這個 Proof once worth 嗯 那這個 worth 嗯 它又跟 就是 你有多少錢 你擁有多少 嗯 就是你的財富的worth 是worthiness 對 worthiness OK 會混在一起嘛 嗯嗯嗯 所以這就像是說 在英語跟 呃 現在漢語裡面 就是 關於 呃 取捨道德價值的value 跟 一個東西賣幾塊錢的value 嗯 又混在一起 對 就因為又共用了價值跟漢字 對 所以就是說 一個人的積累 所以你不想用價值 跟一個人的積累跟他的社會位置 在 我剛剛講的漢語的或者是 英語的例子裡面 它是因為用同樣的字 或同樣的概念 它是好像 呃 直接連在一起 對 那但是 呃 像這個林仙老師之前也 也都會說 就是說 在部落裡面 一個人他的 他的價值是他 他給出什麼 他分享什麼 他為社群創造什麼 嗯 他有能力這個 就是養得活 包含 人在內的動物 等等 就是說 就是說 他的 他也是價值 沒有錯 但是那個價值 並不是可積累的東西 因為你 你給出去 你分享出去 當然就不在你這裡了 對 所以是給出去的呢 對 所以就是說 照顧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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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了多少生命 就是照顧了多少 就是自然規則等等 對 那但是那個都是你 不可能放在自己身上的 事實上這兩個是相反的 也就是說 你越不分享 那 那越積累 其實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越沒價值 嗯 但是在我們這邊 雖然也有時候才能有這些 負面的形容 但是我們還是會說 他的身價提高了 嗯 對 但是你知道 就是說這兩個其實是 很根本的 完全相反的 在想一個人在社會上有價值的方法 OK 那位老師 林毅賢嗎 對 毅是信任的毅 對 賢能的毅 對 所以林毅老師是在 什麼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跟你分享了這些 他的想法 就是平常閒聊嗎 還是什麼 都會啊 都有 對 那也許有些是我母親轉述 那也有可能是他們在 學校的時候 他就講到 就是說我文化的意思就是說 他講了足夠多次 對 以至於 以至於我沒有辦法講說是不是 而且他可能也不是專門跟我講 對 他就是有這樣一種態度 對 有這樣一種態度 我真的很被打動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嗯 非常令人珍惜的一個 說法 嗯 所以這其實也影響了你啊 對 對啊 包括我們上次講 我們在比如說網路社群裡面 其實 你的想法也是 就是 給最多的人 對啊 很多的人 當然大家就感謝他 對 但是不是因為他有什麼 呃 就是私藏著書的東西 恰好是因為他沒有藏詩嘛 對 對 不是私藏 但是沒有藏詩 嗯 這點漢字可以玩一下 對啊 對 不知道翻成日文會不會懂 對 對 對 所以在 然後 所以後來 這可能也是 也 後來有一個後面的一個效應 就是後來讓你在國中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到小木屋去成私 對 那我自己的經驗裡面是我覺得青少年時代就是有一段完整的獨處時間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對你來說那時候選擇小木屋 然後以及在那邊待的時間 嗯 現在看起來就是你在那個情境裡面 你跟那個周遭環境的化學作用是什麼 嗯 我覺得在當時因為其實當年就是在網進網路上面體驗過的人都知道說 在那邊的社會常規跟在現實社會裡面的社會常規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那其實這個情況也就跟族人原住民族族人在自己的社會常規跟他必須要進入都市 或者都市來進入他 的那個狀況其實有一點點可以類比 嗯 對 就是說當我們在講Digital Native的時候 呃 我們當然現在講的意思只是說數位原生代的意思 對 但是我當時用這些概念的時候 十四五歲的時候 我真的是在講類似就是原住民族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呃 就是在網機網路的構成裡面 本來就有一些這種不是呃 知識性的 而是操作性的 就是大家都這樣子做 呃 舉例來說像我們常常講初略的公式什麼 那個不是因為有一個律法這樣子講 而是說整個網機網路在形成的過程裡 就是一群這樣子的氣質或態度的人 一起打造出來的 啊 那所以這個當然要真的說它是原住民族文化 並不是啦 就是這有一點點挪用 嗯 還是呃 其實不確定大迪 那一邊更多難IT 就是说当我们在讲Digital Native的时候 对 说服电影这个很难讲 对 但是就是说Digital Native 在我当时十四五岁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在那一段读处的时间有一个翻转 就是说我不再会觉得好像 我没有办法conform这个现实世界的规则 是我的问题或社会的问题 而是说现在在网络网路上可以看到 有新的no正在发生 所以说不定现实社会的所谓的no也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不是剧烈的改变 而是一次改一点点 那我自己呢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我的改变也是一次改一点点 所以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one bit at a time 就是一次改一位元 那这样子的感觉就不会变成好像说 一定要说这个我脱离学校制度 或者我这个跟学校制度妥协 就是以前那种二人对立的那种东西就不见了 而是说我理解学校制度的限制 我一方面自己找到百度这些限制的方法 二方面也可以作为一个示范 给其他人看到说 那有哪些可以改变或者是改善 本来的既有的制度的方法 所以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一个行为 而是一个我们今天会说是一个demonstration 就是是一个示范 对那所以这样子的态度 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是因为 忘记网路在我当时就是对我有很大影响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 我带去的那本书我带去的那本书也是在试着调和这两种文化的差异 哪一本 就《善终节戴凯逊》出的那本叫《未然阴谋》 有有有有 好希望看到续集哦 所以有点是环境跟书跟你自己的思考 就是三则结合出来 对 所以那时候那几天实际上是待了两个礼拜吗 左右可能长一点 反正因为我没有时间赶 我当时并没有带timepiece去 对对对 好 所以其实你不知道确实是几天 我不知道确实几天 我就知道有一天台风来了 OK然后妈妈就说可以回家 对对对 好我了解 没有时间感的感觉是什么 没有时间感的感觉就是睡醒了就醒 然后想睡了就睡 也没有看太阳的角度什么都没有 就完全不去计算时间的流失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对对 对对 所以之后那其实就是有点想通了 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可以这样说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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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ная 好 好那之后就是去德国了嘛 好 那德国那边的话 嗯哼 犯了 蛤 我在小木屋是14歲、15歲 哦,對對對,不好意思,中間跳過德國那邊 那之前在德國那邊的話 是一個非常融入社區活動的地方 其實跟《歡迎新城》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對,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不一樣的地方當然是我不會講德語 不會講德語 我去的時候一句都不會 一個字都不會 我學的第一個單詞是Fed Coffin 就是那時候一起玩的同學 看到我手上有一盒餅乾 因為我分享給大家 但他想要整合了 所以他就說要跟我買 我學到第一個德語 那就是說 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在台灣的時候 雖然身體上有各種缺陷 但是我的語文能力是還不錯的 那從來沒有過 那種好像突然變成 就是文盲的感覺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說即使我在新鮮 那當然我聽不懂族語 大部分聽不懂 但是就是至少對方會覺得說 那他願意配合我來講漢語 但是在德國並沒有這種事情 對 因為他不會 沒有這種事情 就是人家就是一個強勢語言 他最多配合我講法語 但是我也不會法語 對 因為他得法邊境 所以對我來講 那真的是我第一次 就是完全有一種 我沒有語文能力的這種感受 對 那當然一方面 就是他們很照顧 就是沒有語文能力的人 所以並沒有 我並沒有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這對我一個挑戰 就是說在我去德國以前 我會覺得說身心障礙可能是一群人 但我不在就是語言障礙的那一部分 我可能是在先天性心臟病 沒有辦法運動 或者是看得到要做輪椅 等等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在腦裡是說各種不同的 其實那時候比較少講身心障礙 那時候說殘疾 對 就是說各種不同的這個 disabled 對disabledness的condition 我會覺得說那是已經很明確的區分的 對 那我在先天性心臟病這一群 我在這一群 我在這一群 但是如果你要說這個dyslexia 或者是這個其他的就是認知方面的 我應該不在那一群裡面 那個是我就是10歲的時候的世界觀 對 但我到了11歲 我一去德國 這個馬上被破壞掉 對 就這套是不管用 對 就好像是說現在我們也會知道說 一個人他如果剛好在滑手機的時候 那他對周遭其實就跟一般的所謂注意力缺損 是一樣的狀態 或者是說一個人當他就是進入一個 他不熟悉的文化環境的時候 不一定語言不一樣的時候 那他也會有類似我們現在會說這個認知失調 等等的這個情況 對 所以並不是說有一群人有什麼殘疾 而是說每一個人在每一秒 都可能因為跟外在的環境的互動 而進入一個好像是disabled 受到障礙的這個狀況 對於每一個人在每一刻都可能經驗到不同的障礙 對那我覺得我去德國是很深刻的體驗到這件事情 那所以未來就是從那個之後 我在設計很多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特別注意說就是inclusion 就是他如果沒有辦法用這種方法 那不要先預設他不會用別的方法 所以用各種方法都要能夠遞送到 就是達到這樣子的一種服務 那而是應該說是服務來去配合一個人的不同狀態 而不是說一定硬要要求那個人說 你明明是這個身心狀態很好 手腳拒纏等等 為什麼你不配合我們呢 就是不會再有這樣子的態度 對 所以寒容的那個那個實踐 其實最早的根基根基來自於這件事情 你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一個有閱讀文盲 就真的文盲 那其實蠻不恐懼的吧 就是你真的什麼都不懂 你可能連江上浩子都不見得看不懂 對 就是當然那是有點誇張了 洪麗燈還是一樣的 但是我會覺得說 就是說因為我不是說只是我個人 而是說我理解到說他們對於這一些 在文化上面還沒有融誤他們的文化的人 有一套寒容的方式嘛 包含讓我降急就讀啊等等 所以看到德國的做法 對 所以並不是單純在講說 我在那邊很慘 不是這樣 而是說在這樣子不舒服的情況下 有受到寒容 那而且這個寒容顯然是有一套方法的 那套方法也是可以學的 對 那所以像一直到今天 像整個疫苗預約平台 我最關注的就是沒有健保卡拉群人 對 對 那在積極爭取之下 當然昨天把他們還融進來了 對 終於 那今天你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還在處理這種事情 對 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證字號 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身份證字號 對 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去其他國家的時候 或者我們護照掉了 就是我們明明是這個認知功能還不錯的人 也會瞬間進入那個情況 對 對 所以就是說每個人都可能隨時是那個情況 對 所以並不是寒容特定一群人 而是就是要隨時都有這種寒容的態度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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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能是我就是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很看重的價值 的確 嗯 的確 在日文裡面有一個特定的字 就是 minority 那個字 對 他們會用那個 騙假名來發言 就是 他們的 minority 那個字就是用來講這種狀況 就是你不是屬於社會上面的主流的那群人 對 所以他們對這個會有很多反省 嗯 有意思 所以說到德國那邊 其實當初看媽媽的書裡面提到說 他們的小學是 在開學典禮的時候就跟家長講說 我們的小學是特別注意那些曾經跟不上的小孩 對 這個事情也讓我們很充激的老師說 嗯 好 然後之後的話 對 然後德國之後回來 呃 後晚都住家裡 對不對 嗯 直到 有的時間搬出去住 就搬出去住 那時候為什麼想要搬出去住 創業啊 喔 沒日沒夜啊 會影響到家裡的作息 對 所以公司的這個 呃 楼頂這個 好像是違建吧 頂樓加蓋 其實我不確定是違建 頂家 對 就是 就是不可能home office那時候就office home 對 其實很多創業家是這樣 對 所以美國是車庫 我們是頂家 對 不同樓層的意思一樣 對 OK 好 那邊有什麼故事可說嗎 就是頂家的部分 嗯 我覺得創業確實是讓我看到說 嗯 大部分我們覺得社會上 上面呃 就是要等我們長大才能改變的東西 不一定要等我們長大 嗯 就是我看到就可以改變 嗯 我我會加入這個創業團隊的原因是因為 當時呃 他們還是出版社的時候 我有一起出一本書嘛 嗯 我一定要探索 對 那本書呃 當然就是 在寫的過程裡面 我就認識這些人 那這些人很多就是當時 出版社時代 創資訊人的那群人 對 那所以當時 因為大家都在講電商嘛 所以他們也弄了一個網站 然後在網站上賣術 那我就覺得說 嗯 你都已經架了一個網站 但是全部等於只是讓你下載 發過轉帳單 就是好像有點 就是沒有好好的運用網頁這個 這個素材 對 那當時我又在學網頁設計 所以可以說是我做的第一個 比較有規模的網站 嗯 就是資訊人的賣書的那個 電商的網站的野生官網 哦 就是不是官方版 對 那但是我做了之後 我當然分享 那分享之後 欸 這個賀元嘛 就就覺得 欸 這個很棒 嗯 所以直接把我找去當類似技術總監 對 所以就是 從一般的作者的角度來看 你當然不可能就是 只是因為 十個人一起寫了一本書 你就當上出版社的什麼職位 完全不是這樣在運作 嗯 對 就是因為作者有作者的權利義務 那出版社的編輯什麼 都已經有明確的權利義務 但是因為WebMonster就是官網站的 是一個全新的職位 對 也沒有人知道說他應該什麼樣的學經歷 或者是應該要怎麼樣子的職雅 到最後才能夠管這個電商網站 還沒有規則 沒有沒有任何規則 其實那時候每一家都是這樣 對 對 就是說像這個就是時報 我記得當時開始做新聞網 也沒有一個規則說到底是什麼職位的人 才能夠開做新聞網 所有人都在摸索 對 對 那所以當時等於我就跳過了 一般意義上面的說要足跡晉升什麼東西的質疑 那只是因為我對做網站有興趣 那我對做網站有熱情 而忽然之間網站就變我管的 嗯 那之後資訊員就從出版社轉型 變成一家軟體公司 嗯 那所以我在那個時候就 就是說服我家裡入股 就變成共同創辦員 對 所以我要講並不是特定的一兩件事 而是說這個 其實是大幅縮短了 一般意義上 一個年輕人出社會 到進行管理工作 的 或成為一個full partner 的 可能大部分都是二十年 左右的時間 對我來講好像一兩年 嗯 就 就這樣 對 對 那當然也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 那有充裕的資金嘛 那時候還沒有泡沫破裂等等 所以很多人都願意來試試看 嗯 大概是這樣 嗯 這裡講過野生官網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讓我想到 呃 比如說 呃 你願意試試看 跟呃 如果有人願意付費 我再來做 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 呃 你懂我講就是不同的思維 嗯 所以 呃 你覺得你願意試試看這個 其實是 我覺得是那個關鍵 就是哦 我看到我覺得不是那麼 滿意 我就自己來做 而且我在學這個東西 我本來就在練習啊 對 就把它當作練習的作品這樣子 嗯 所以頂家 對 頂家蓋那段時間的空間 完全就是充斥了創業的記憶 對啊 對啊 就是隨時有什麼新的市場 尋求 那就去談啊 嗯嗯嗯 OK 這個很有 很有那個 異效 嗯嗯 然後後來其實你也有室友嘛 比如說就是跟呃 呃 高家良 或是 那是 還是怎麼樣 高家良那很久以後 更 因為我跟賀元那是十五六十六歲 高家良那是 十九歲去西谷 再回來已經二十歲了 哦哦 那是更 更久之後了 哦原來如此 呃 在空間裡面跟室友相處 對不對 你有摸索出什麼法則嗎 就是你們有沒有什麼 什麼 就是共處的規則啊 或什麼 比如說誰多少天要打掃一次之類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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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分別的空間 哦 OK 好 然後呃 所以後來從那個之後 呃 你跟空間的互動裡面 有沒有什麼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呃 那個時間或是後來 對 呃 我講一個好 就是 對我來講 呃 空間這個 這個概念 它一直都是包含網路空間 在裡面 對 對 所以 嗯 你要說這個當時跟高家良當室友的時候 其實就算是我們在隔壁 一門之隔 嗯 還是傳訊息 對 然後 就是在RSC上 就是繼續通訊 對 對 那後來在Pro社群上面 呃 因為等於我隨時要回訊息 對 所以呃 那時候就養成了就是 就是 就算是 好像在洗澡 嗯 那還是就是筆電放在這個 呃 放毛巾的架子上面 嗯 所以還是隨時會看訊息 然後 然後 所以你是真的那種牙刷按鍵拍 對 就是飛回部客的時候 對 就隨便旁邊拿個牙刷 就打幾個字這樣子 好 了解 當然會把手指頭擦乾 但是 對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嗯 當時是一種就是 這個空間裡面 絕大部分的成分 其實是在網路上 對 實體空間法變成 實體空間變成 變成有點像是 一個桌面背景 那樣的東西 哦 OK 對 所以你其實就是 以網路空間為主 對對 那時候 如果可以你可能也希望 能夠變成樹 就是 樹 就是未圓化 這早就未圓化了 沒有看到一堆那個二床 哈哈 哈哈 所以 就是已經變成Btuber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當時確實有migration 就是有一種好像移民了 所以不是數位人生 但是數位移民 嗯嗯嗯嗯 就是到WiFi這個速度夠快 的那一刻開始 可能2001年左右 那就大部分我的精神 我的時間 都是花在我的空間 嗯嗯嗯嗯 所以現在屍體空間 只有睡覺了八小時 是真的有感知 覺得他有用到屍體空間 嗯嗯嗯嗯嗯 不是也也不是啦 我還是會跟人互動 嗯嗯 對但是 我在講就是說 因為創作其實是 隨時有靈感 就可以做的事情 對 所以 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到樓下的 這個 當時是 insomnia 這個 反正某間咖啡 吃東西啊 或者是去逛 十大夜市啊 或什麼 那就比較像是說 去另一個國家 去另一個文化 的感覺 出國 出國之類 那但是 就是 大部分的 空間感 其實是 在一個視窗 另外一個視窗裡面 OK 像我沒有那麼多的 在網路上面 的時間 所以 如果這樣的話 花這麼多時間 在網路空間 那你可以 為我們形容一下嗎 網路空間對你來說 有沒有一個什麼形狀啊 或顏色或是什麼 就是 就是他整個的 如果你今天要跟一個 從來不知道 網路空間的人 去描述 你所知道的 網路空間 你會怎麼講 應該這樣講 就是 網路空間的兩個特性 一個就是說 你會跟很多 現在並不是正在線上的人 做非同步的互動 嗯 所以 會有很多 乍看之下 是在 當場 或當時的感覺 但是 其實那是 人家 在前一陣子 創作出來的東西 嗯 等於是說 與其跟 即時的 別人互動 在網路上互動的大部分 是其他人的 的錄製品 錄製品 你說就是 有一點時間間隔 對 就有時間間隔 就是說 因為在當時 也沒有那麼多的頻繁 去一天到晚視訊 就是說 現代的網路空間 跟當時並不一樣 是因為 我們非常習慣直播 現在 而且直播 就算是延遲 稍微久一點 都會有人無法忍受 所以就表示說 那個同時性又回來了 對 但是在當年 就2011年的時候 那是 就是很奢侈的事情 其實沒有 沒有幾個人這樣做的 對 我有經歷過 對 所以大部分 就算你看錄影什麼 那是人家錄好了 你畫一陣子下載 然後去播放 對 那有即時的 根本就只有打字 對 然後偶爾有語音 已經算是還不錯了 對 那而且語音就是品質也不好 就大家都經歷過 對 那所以 也就是說 那個buffering 就是 還沒有能夠播放 你還在等它下載 的那個感受 就是一個時間延遲的 一個感受 對 是當時的網路空間的 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文字的即時性 因為平衡不足 所以你如果 一定要立刻 快速的創作什麼東西 那就只有靠文字 對 對 那所以大家對於那個文字的掌握 都非常的 就是追求塑效 就是很完整的句子 大句點 大小寫 大概都 很多都不見了 都跳過 對對對 就br bafkll 去了 對 就是有很多的縮寫 有很多的 夹槓 就是很多的 行話 這樣子 那所以那個也是 當時的網路空間的一個 一個部分 現在還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說twitter這個限制字數的時候 然後後來推特的英文放寬到2008之後 那大家也開始寫比較長篇的東西 對 所以就是因為平寬的不足 造成的即時性的延遲 以及有即時性的情況下 追求那種精簡的文字 是當時的網路空間的 我覺得兩個比較具有特徵的部分 對 那其實改變了原來的溝通的 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溝通 沒錯 你覺得那個有什麼效應嗎 在後面 在後面 還是說隨著頻寬的改善 其實後來慢慢這些都 對 變成比較接近我們現在的實體 對 因為這個就是 限制造成的文化 那等到這個限制放開了 那也就沒有這個文化了 OK 追求塑效的溝通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會有很多 縮寫什麼 對 或是比如說那個言文字 就是說會有很多 表情符號那些 其實我覺得它也都是一個互補 對 我覺得言文字 尤其後來 UNICO納入那種彩色的 言文字之後 那我覺得 那個是一個 一個留下來的部分 這樣講的是沒有錯 對 就是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那個是不用翻譯的 對 因此以塑效來講是最好的 對 就是大家看到那個 消道庫出來的那個圖片 在各個文化的人想到大概是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要用不同的語文去翻譯 根本翻不出來 對 所以你要說 言文字是當時留下來結晶 這個我同意 對 對 去 對 只要說宇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太陽系 你覺得如何 沒有就是因為太大了 對 所以有點像是一個天空 你覺得網路是什麼 就是一個這樣 對 當然我現在還是覺得網際網路的網際兩個字 我還是想把它當作網路主要的特徵 網際的意思 就是說 它並不是均質化的東西 它是很多抑制的網路 然後我們透過網際就是網路跟網路之間交換 的這樣子的協定去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網路可貴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不同的抑制的網路 對 不管你把它叫做比特比還是以太方 還是比特人還是什麼 對 你都很容易在網際網路的架構裡面把它架構起來 對 不需要受到網際網路裡面的別的網路 不管是內部網路或者是全球諮詢網架構等等 不需要受它的影響 你可以隨時發明一套新的網路規則 對 那所以它就是有無窮盡的 任何一般人都可以來克制的話 自己定制網路的這種創造的空間 那我覺得這還是網際網路現在 從它一開始到現在 一直沒有改變的一個核心的精神 你的意思說 因為它是一直化的 所以在每一個不同的小的網路裡面 如果有因應自己個別的需求 它可以各自去創作 就可以克制嘛 對 那它各自創作出來的東西 如果其他的小網路也覺得可以用 它就會擴散 那就會拿去用 它就會擴散 對 OK 所以通常就是這種擴散的過程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在裡面 有沒有你看過什麼東西是從 就是小當大這樣逐步擴散出去的 像全球諮詢網的擴散 嗯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全球諮詢網以前的 類似的一個架構叫Gopher 對 它的創辦的團隊 突然決定要收權力進 哦 那好像只是傳出這個謠言 還沒有真的手 大家就跑了 大家就跑了 因為當時架一個Gopher的站 比較容易 架一個Y-O也比較困難 因為Gopher是目錄架構 大家硬碟裡怎麼存就怎麼存 最多加幾個捷徑 這非常容易想 對 但是全球諮詢網是 任何一段話裡面的任何一個字 甚至一個標點 你都可以點到不同的地方 嗯 那是一個新的概念 而且很雜亂 對 如果不靠搜尋引擎或全文間鎖 根本沒有辦法瀏覽 對 所以其實是一個 比較不直觀的一個資訊架構 嗯嗯嗯 那但是為什麼突然間 大家都跳船 就本來這個資訊架構 好像要不要告人 對不對 所以瞬間大家都跳船 當然最後過了好幾年 Gopher其實也開放出來了 但是那時候就只剩少數的死眾者 還在使用 他就被納入全球資訊架構 變成其中一個決定 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當時印象非常深刻的 嗯 所以意思是說在網際網路裡面 非營利這件事情基本上已經是共識 嗯 在某些部分 就是最基礎的 我覺得也不是這樣 因為網路裡面也不是不賺錢 對吧 而是說 嗯 不是非營利 而是說 嗯 設定規則 的權利 一定程度上面 要讓終端的使用者 來共享 這樣子講 是最精確的 OK 對 那如果這個設定規則的權利 突然間收回來 那所有人都用腳投票 嗯嗯 大家還願意繼續保持一個協定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知道未來他對這個協定的演化 有參與權 但這個參與權一旦 透過不管是威脅要告別還是什麼方式 把他一有收回來的跡象 還不一定真的收回來 大家立刻就跑掉 嗯 所以這個跟盈利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有很多很成功的有盈利的專案 但他一直都還是保有非常高的參與權 現在在Linux Foundation裡面 大部分貢獻的人是拿了薪水來做這件事情 他也有創造相當高的所謂的產值 對 但是他們一直有一個默契 事實上是一份法律文件 去說任何中端使用者收到Linux的程式 他任意的再去改作或散播 都一定不會被前面的人告 只要他也同意不告後面的人 所以就剩下了 所以這有點像是一個 大家已經講好的規則 對 這已經不是潛規則 當年的默契 現在已經是法律文件了 OK 對 了解 因為我覺得盈利這件事情 收費這件事情 長期來說在網際網路上面 只要有人宣布什麼要收費 都會造成一陣波動 就比如說這兩年 Line因為說社群大到一定程度要收費 大家就逃跑到Telegram去 對 所以我覺得收費這個事情是非常敏感的 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如果付了錢 在網際網路上 我想要買的不是只是使用權 而是某種參與權 它有種入股的感覺 怎麼說 就是說如果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它不像是Patreon 或者是現在 當然澤澤什麼也都有定期定額的贊助 對 那 所有的這些 創作者 你看他也有收錢 也是在網際網路上創作 但是他錢付得心甘情願 那為什麼是因為 大家知道說 透過這種定期定額的群目 不斷的給他錢 可以換到參與權 他對於他的創作方向 什麼有一定程度的設定權 就算是一次性的群目 群人會時報打廣告的那個 也可以就是說 我是兩萬多個付了錢的人 我要求你改網案 對 所以他付錢是買那個共同創作權 而不是使用權 而不是使用權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讓多一個人看你的編輯成本是零 所以 大家都知道那是免費的東西 那為什麼你要收錢 這個是沒有道理 但是創作者需要花精神 那個是非常珍貴的 所以當他創作的過程非常珍貴 完成之後 為每一份拷貝收錢 這個大家覺得沒道理 但是 因為創作的過程非常珍貴 那有能力創作的人 就會覺得說 那大家付錢來讓他專心創作 或者付錢來買 跟他一起創作的權利 這個大家就可以介紹 嗯嗯嗯嗯 我了解 為什麼我會提到付費這件事情 是因為 就是 之前不是有一個美國天才駭客 他因為抗議學術網絡 用Aaron Schwartz 對 就是 那一個事情當然是令人很難過 傷心的一件事情 然後 但是我也因此知道說 原來在網際網路上面 大家對於 護衛 就是保衛 大家保衛的 嗯 是那個知識必須 應該要 在某些條件下 那些知識應該是 無條件的 就是 分享給別人 保衛的是這種字 我覺得Aaron Schwartz 並不是抗議 有邊研究經費 嗯 不管是私人機構 還是國家 對不是那個 他不是說研究者不應該賺錢 對 對 那事實上 他是抗議拿這個來收費 事實上他抗議的是 出版商 對 不是研究者 對 因為從Aaron Schwartz的角度來看 出版商 並沒有對每一份福祉 做額外的事情 對 所以為了 就是等於是 無本生意 來收費 他覺得是不 道德上不正當 嗯 當然如果從出版商的角度 他有一定的見知成本 嗯 所以他如果不跟讀者收費 他就得跟作者收費 嗯 那所以後來也有很多期刊 轉成跟作者收費 嗯 就你要在我這邊刊登 你要先補償我的公本費 嗯 你付了錢之後 那我當然同意把所有人 都開放進來 讓大家下載 嗯 現在也有一些把它收費模式 往這邊轉移 嗯 那所以Aaron Schwartz 在這一點上當然也是有貢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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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它跟完全 傳統的商業的邏輯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傳統的商業邏輯 經銷就是可以收費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比如說可口可樂 呃 我的可口可樂 從工廠 就是要進到經銷商那邊 經銷商那邊賣給消費者 因為它會有一個 它必須建置通路的費用 所以就是在傳統上 商業邏輯上 經銷商會是理所大 的事情 所以當這個 這樣的一個商業邏輯 搬到網路上 會被挑戰 我覺得那應該也是出版商 可是 我不覺得這是 一般性的商業邏輯 我覺得那只建築在一件事 就是 一品可樂只能 給同一個人喝 他喝了一口 別人就少一口 嗯 就是有限的資產 它是一個稀缺性資源 嗯 嗯 所以就是說 嗯 在稀缺資源上面來看 當然就是 架高者得什麼 這些都是很合理 但是 嗯 我們剛剛講到 特別是學術出版品 它就好像是說 你只要按一個鍵 你就可以複製一瓶可樂 嗯 所以所有想喝的人 都可以喝得到 嗯 那這個情況之下 它就好比像說 我不知道空氣陽光 這一類的東西 對 就是說 就你不用也會沒有 嗯 你用了別人也不會變少 嗯嗯 所以就是說它是 經濟學上面 它是非敵對性 嗯 就是非敵對性的 的東西 not rival goods 所以這種東西 它的本質 就不是 裝品的可樂 嗯嗯 那如果今天就是 呃 如果真的還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呃 就是 我的意思說是去傳播那些 呃 讀文啊 就是還是有人 呃 願意居中去 把這些論文 自己分享給大家 嗯 然後你覺得它的 呃 收費模式 或是說不收費的模式 是應該怎麼樣 我剛剛已經講了兩種 嗯 那種是 作者想要被人看到 嗯 所以告訴這個平台商 他想要給所有人看 因此這個平台商 計算它的工本費 跟這個作者收 嗯嗯 這個非常的合理 嗯 事實上一般的經紀人 也就是這樣子 就是當一個人成名前 他能夠收一大堆賣的東西錢 對 他還要自費出版 或者是自費發 當年那個唱歌的demo帶 什麼的時候 嗯嗯嗯嗯嗯嗯 本來就是那個創作者要付費 對 所以這是心之有念的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創作者他慢慢有一些名氣了 也有一些想要看他繼續創作的人 對 那他可以說 大家來募資嘛 哦 大家募資到一個程度 對 那我可以有一年的時間專心創作 我也收到這筆錢 那我就答應我創作出來 那創作過程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沒有挑票 那這個最多他也只能挑票一次 因為他如果挑票 下一筆錢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對 那所以這個是就是patronage 對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有兩個非常成熟的模式 OK 嗯嗯 那我們來談談那個你在網路上的創作 就是蒙點這件事情 嗯 蒙點當初發起的時候 你心裡想的是 要把這樣的就是文字的資產就是開放給大家嗎 就是你的創作的就是起心動力 對 那是葉品提的 對 他提了還文漁民四個字 還文漁民嘛 對對對 非常宏大的一個 對對對 一個概念 很好的命名 對對對 我的空獻只有蒙這個字耶 對 因為我看到mancipation 很可愛 對 那當然就是說蒙其實也有蒙芽的意思嘛 也有一般人民的意思 事物出生的階段的意思 那在當時為什麼要做這個對我來講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像Aaron Sparks 他是一個人做 對 他並沒有讓一堆人一起來做 對 所以當他就是要被告啊什麼的時候 他一個人要負擔全部的成本 對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盡可能在第一秒鐘 就不是我自己或葉品的事情 嗯 我盡可能把這裡面相關的工作 讓盡可能多人一起做 因此如果教育部要 就是國教育院要提告 他得一次得罪 國內幾乎所有的大廠的工程師 嗯嗯嗯嗯 對 對那所以因此 教育部也就不可能去想提告這件事情 對 所以就把它變成一種 有樂趣的 公開的 對大家都公平的 這種快速的行動 嗯嗯 那是當時最基本的想法就是 我看到Aaron Sparks的情況 我在想有沒有一個更好的 不用讓我或葉品 擔負相同的責任 嗯嗯嗯的程度 但是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而是大家分擔 但是做類似的事情的方法 OK 了解 所以選定文字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你自己的偏好 就是對文字 當然是我自己的偏好 嗯嗯 另外也是因為 你當時問我哪個政府網站最常用 確實是從編過於字典 嗯 所以就是從自己真的用得到的做起 OK 嗯 所以這個你會一直做下去嗎 當然 有時間就更新一點點這樣 哦對啊 OK好 休息一下 謝謝 感謝 謝謝 那數位部分我繼續問下去 嗯 現在目前在那個 數位的那個世界裡面 不是就很多 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最大的困擾 是說 運用APP這個事情 或是說比如在網路上去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會開始找什麼工具可以做 然後 但是其實 我記得之前 在我們上一本書的訪談裡面也提過 其實 嗯 有很多的數位工具 它其實是 它設計的時候 它有帶有一定的 嗯 目的 就是說 它希望完成什麼事情 然後它後面有些設計的邏輯 好 那比如說 Slido 它就有Slido設計的邏輯 就是對於它在 人際溝通上的一些想法 呃 那比如說像 呃 上次我們 呃 之前 以前大家很習以為常的 比如說 如果要識別你不是機器人 可能就會有一組的 九個圖片出來 然後讓你看哪裡有 紅綠燈之類的 直到某一天 機器人做這個做得更好的 所以就判別的 對對對 之類的 我可以試試說 對一般人來說 他在選擇這些數位工具的時候 他有沒有什麼需要警醒的地方 就是需要注意說 欸這個工具 我這樣跟他互動之後 是不是有什麼 呃 比如說我的個子 會外漏的風險啊 或者是說 他選擇數位工具的時候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 就是比如說你放 你自己在選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標準放在心上 去 去稍微有點警覺性這樣 是 呃 有一個口學嘛 呃 叫做三國無雙 我自己亂想 三國無雙 對 是什麼意思 那三就是說 我任何重要的資料 呃 都至少在三個地方有存備份 嗯 嗯 所以 呃 不會說好像一個服務中止了 或者是一台硬碟突然壞掉了 好像我就沒有辦法 嗯 這裡壞掉包含就是被勒索病毒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只要你有三個地方有備份 很難三個地方一起壞掉 嗯嗯 那我講的就是說 盡可能地去使用 呃 我們國內或者是理念相近的友好國家 呃 呃 的網路來進行通訊服務 嗯 嗯 當然這並不是說 呃 就完全不能夠去使用 呃 非理念相近國家的網路服務 就是在用的時候就要先做好自我保護 嗯 類似戴口罩 對這個情況就是 呃 這是無的部分啊 嗯 就是我會盡可能地用瀏覽器 而不是下載新的程式 哦 那瀏覽器也盡量會用無痕的這個視窗 嗯 那用了這樣子的無痕視窗之後 即使是用一個非理念相近的國家或實體所開發出來的通訊軟體 如果它是在一台不是公布用的電腦 又是在無痕視窗裡面跑 跑了又把瀏覽器那個關掉 其實它很難在背景繼續追蹤我了 對 對 這就是無的部分 嗯 那雙的部分就是 所有我用到密碼的部分 都盡量去找 不只需要密碼 就能夠登入的別的方法 嗯 就是說有時候是密碼配上 我的手機上面的一個 產生六位數的一次性代碼 嗯 的這種認證方式 所以雙指的是雙因素啦 密碼是一個因素 我的手機上面的程式是一個因素 嗯 或者是說 呃 我的手機現在呃 如果可以借簡訊 有的時候是除了密碼之外 也會送一個簡訊來 嗯 當然沒有那麼安全 但是總比沒有好 那或者是說呃 生物辨識也是一種嘛 就是一方面要密碼 然後二方面要呃 我的指紋或者是長相 但是這個指紋或長相 我就會確保它只存在呃 我自己的設備裡 而不是上傳到其他的地方 對 那但是無論如何就是 生物特征 就是我是什麼呃 我的記憶就是密碼 記得什麼 然後跟手上有什麼 好比上手機 嗯 那這三個至少兩個 那個同時作用 嗯 才能夠登入這樣子的一個服務去 那所以大部分的服務 現在都有 你可以手中打開或自動幫你打開 雙音速認真 那就一定都要開 對 那那些堅持沒有的 那就盡量去找替代品 不要去用 嗯 對 所以三國無雙就是 3D的備份 呃 用理念相近的國家的通訊 嗯 呃 用無痕的瀏覽器視窗 對 跟用雙音速的認真 大概這四個 OK 了解 嗯 有些 FB上面有些遊戲 比如說前陣子又很流行 把你的臉上傳之後 你的照片上傳之後 它會幫你動漫 動漫畫 動畫畫 對 呃 但因為我之前有聽過你說 現在D-Fake其實很 已經很成熟了 就是你的臉完全可以換成別人的臉 你玩不玩那個遊戲都會被換了 沒有什麼差別 對對對 但是你玩那個遊戲 當然讓人家更容易換一點 對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時候看到那個遊戲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不要玩 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 這個警覺性是 嗯 不你你玩不玩都要做出 只要你有照片 就會被換你的準備 哦 OK 因為這次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在臉書上其實也有照片 對不對 對 就是除非你完全不PO自己的照片 不然你只要PO出來 人家就可以換你 本來現在就是這樣 有點像說 我們在PO一段文字 我們都知道會被截圖 就是 就算你跟對方說不要截圖 對 或是說你自己會把它刪掉 或者你會把它刪掉 其實那沒有用 你PO的當下 大概就已經傳出去了 嗯嗯 對 所以現在大家對這個其實都已經有理解 那是換臉是一樣的 就是說 要了解到 除非你看到是那個人本人 沒有被刀帳號 用他自己的帳號來發表 或者是寫東西給你 不然的話 就假設每一張照片都可能是換臉 嗯嗯 OK好 所以剛才講三國武裝 比較是在使用服務的時候 對 那我會把它歸類為 是有點像數位智慧的一環 就是你現在 就是在國造七七七七七八 對對對 那 那關於數位智慧這件事情 有什麼其他可以提供的建議嗎 嗯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 就像我剛才講的 盡量不要變成說 好像你只是順應其他人的規則 而沒有自己選擇或創作的這種能力 嗯 很多人會覺得說 網路就是怎麼怎麼樣 結果你問了一陣子之後 就發現他的網路的意思是Line 或者是Facebook 嗯嗯 那但是因為網路上 要做到Line能做的時候 Facebook能做的事 嗯 非常非常多選擇 對對 所以就是說不一定都要用 但是至少要知道有這些東西存在 那第一個 這樣子你不會被網路效應捲進去 不會變成說 聯絡你只有透過Line 嗯 不會變這樣了 那你就了解到 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可以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 就是自然或什麼問題的話 你不會突然之間要必須重新學習一套 很多你不熟悉的東西 因為你平常就已經有接觸到了 你就是平常要有多 嗯 多元的就是可以跟網路互動的方式 對 就是不要覺得說 手機只能做這一件事 嗯 或網路只能做這一件事 嗯 就可以常常去探索說 欸還有 上面還有什麼別的 這樣 OK 了解 嗯 嗯 好 嗯 那數位智慧這件事情 嗯 感覺是一個終身學習 嗯 因為網路上的服務 什麼一直在變動 所以你自己是如何得知 網路上有哪些新的服務 嗯 很大一部分是看Hacker News 嗯 一個網站 對 大概每天都會看 OK 那 那 還有什麼 就大概就是找關鍵字吧 就隨時想要探索什麼 就找一下關鍵字 嗯 對 那當然G0B的聊天室也會分享 嗯嗯嗯嗯 那我們PDES也加了一個根據0B的聊天室 根本就長得一模一樣的東西 喔 對 就我們內部的Rocket Chat 那也都會分享 OK 那對於網路上的一些新服務 你們通常就是會怎麼樣去評估或者是試用 就自己加一套 自己加一套 然後試試看 對 它比方說有一個新的平方投票法 嗯 程式出來了 嗯嗯 那我們PDES的同仁就趕快自己加一個 OK 對 反正先加起來再說 嗯 那什麼時候會真的正式使用在這場的試試 好用才用 OK 所以像 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的投票 那我們也有在想要不要用平方投票法 嗯嗯 然後後來發現說其實很麻煩 而且之前大家並不習慣 大家還會比較習慣想填問卷的 嗯嗯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那我們是問卷 然後加上一些功能這樣子 所以又回去用問卷來課次化功能 嗯 大概就是我們會 在Social Text有句話 嗯 就是自己做的 自己釀的香檳自己喝 嗯 就是Drink your ocean pink 這個是西谷另外一句話的 比較文雅的一個表達方法 對 那那所以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情況下 對那個香檳那個主詞有被提款過 對對對 有提款 所以所以 意思就是說我們要給公務同仁用的 不管是SandStorm還是Tayphone還是什麼 我們大概都自己先用 嗯嗯嗯 所以剛剛就是我們休息時間 我們才在想說 那我們要先來測試一下這個新的投票系統之類 那我們自己用了真的覺得好用 當然才會擴散 然後另外就是我還是要問一下那個數位貨幣的事情 因為現在實在是太多這方面的新聞 是的 是的 數位貨幣 這個從原始點開始呢 就是一個 比如說中本聰就有很多的傳說嘛 然後一路到現在也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數位貨幣 嗯 你可不可以用一個觀察家的身份來看一下 就是數位貨幣 目前 從他發明資金 目前對於我們現實社會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那你覺得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應該怎麼樣看待數位貨幣這件事情 其實它有點像黃月先生發行過的社區貨幣 嗯 所以它最大的影響就是 讓大家理解到所謂的社區貨幣 嗯 不是只是生活上面 就是你的鄰里這個大家彼此熟識的 一群共同生活的人 才能夠有足夠的呼吸來發行社區貨幣 嗯 就算是隔著網路 完全只看原始碼跟演算法 嗯 完全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嗯 也可以有像黃月先生發行社區貨幣的那種互相信任 嗯 來發行自己的社區貨幣 嗯 就第一個點是信任 對 就是說有一種比較簡單的讓數位磨面的人 都可以互相信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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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本聰的起點是因為要抗議金融風暴 他覺得這個世界被金融業的人就是搞了亂七八十 抗議這個政府一定得去保金融業 因為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沒有別的金融秩序的選擇 對 嗯嗯嗯 那你覺得這樣的說法你覺得怎麼樣 嗯 我覺得它顯示了 除了全部集中在單一金融資訊的體系 可以在進行交易之外 也可以用比較分三十多中心的方法 嗯 來進行交易 嗯嗯 那但這一套發明當然也可以用來當好比相數各國的金融機構 互相清算的方法 嗯嗯 不需要集中到swift再出去 嗯 之類 所以它在現有的金融體系也有補強的作用 嗯嗯 就去中心化 就是多中心化的這個概念 不一定要完全去中心化 多中心化 你也可以在 嗯 這個叫做permissioned ledger 就是互相這個同意加入的一群會員 中間也可以運用這種 像比特幣的不特定會員都可以加入的一些演算法 對 來比較快速低成本的達到公式 對 所以它就是一個一般性的發明 對 嗯嗯 所以你覺得這個嘗試應該 因為像各國的央行其實也都在就是研究 或是在實施那個數位央行的這樣一個想法 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趨勢會繼續下去嗎 那當然我們的平常日常的習慣 對於現金的那種要求 本來就是隨著載體的不同 就會有不同 嗯 那所以我們如果接下來大家都很習慣行動付款或什麼 那當然我們對於現金的同樣的要求 消費支付保持匿名性等等 這些都還是會帶到新的貨幣上 嗯嗯 那所以各國的央行 為什麼很多是就是必須要自己去研究 就是因為每一個國家對於法幣 在使用的時候的場景跟對於隱私匿名性等等的 我們的預設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不能說變成數位就好像放逐四海而接種 沒有 數位只是我們現有的對於貨幣的想像 在這個社會裡面的一個數位的一個做法 它不是說數位化之後就變成全球貨幣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做區分 就是我們平常在用貨幣的習慣 不是要去配合所謂的數位貨幣 而是數位貨幣是一套系統 它可以來配合我們現有的習慣跟制度 嗯嗯嗯 OK 我覺得一般老百姓 就是除了就是看到比特幣帳或跌這種消息之外 一般老百姓怎麼去觀察數位貨幣 如何會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影響 嗯我覺得大家也已經很習慣有一些什麼點數啊 幾點啊這個兌換啊什麼之類 就是說有一些廠商自己發的不是PB 但是類似那樣子的東西 大家已經是一件很習慣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用感應性支付卡作為載具 還是用手機作為載具 還是收集什麼環保綠色點數 還是之類的 我覺得這已經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 所以不是說只有比特幣才是數位的動物 嗯那任何就是我們自己想到 也要做一套自己的幾點系統啊幾分系統啊什麼 那都可以去做嘛 所以我覺得比特幣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 任何你不喜歡中本充的貨幣政策的人 都可以用完全同一套程式 去發行個狗狗幣什麼東西 狗狗幣 然後押入它就成立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那特定的實作 他比較說比特幣是比較不重要的 嗯嗯嗯 那有點像是一個貨幣市集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貨幣 去實踐自己的貨幣的想像 自己的秩序 但目前這個還是 就是數位貨幣的世界 其實還是跟我們其他在用現金的世界是並存的 兩邊以後會有互相 你覺得會有互相排擠的狀況嗎 嗯 最近幾個月是已經看到一些取代效應 嗯 大家發現說好像硬幣或 尤其紙鈔不是很容易噴酒精 哈哈哈哈 就跑去用電子票針或一些東西出去 對 最近最近好像十幾%的 本來用現金的人改變了他的習慣 對 不過因為台灣疫情下去得很快 所以這個新習慣會不會固著 說真的沒有人知道 嗯 說不定很快大家就覺得 啊 現金也沒什麼 嗯 的確 但長期來說呢 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說 會不會 我覺得有些人會擔心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 比如說就像以前 曾經有 舊台幣換新台幣 那樣的一個歷史在 我的意思說 會不會 你覺得這種 以後互相 比如說在某個時間點上面 自己的實體資產 因為數位貨幣受到侵蝕 嗯 這種危機 有可能在什麼狀況之下出現 不過這個倒跟數位貨幣的關係不大 那個是就是 央行的支付能力 就是法幣的能力破產 嗯 對 那我們目前新台幣好像還沒有這個問題 嗯 就我們的央行狀態還良好 嗯 對所以就是說不是全面性的什麼實體貨幣 法幣被數位取代 而是在某一些的就是管轄領域裡面 他們的法幣突然之間因為戰爭或什麼內亂或什麼的原因 突然之間喪失了這個支付能力 嗯 對那就又回到這個就是通貨膨脹非常誇張的狀況 那那個時候以前大家是沒辦法 但現在有辦法就是跑去用數位貨幣 嗯嗯嗯 就是跨國的數位貨幣像比特幣 嗯嗯嗯 對所以才會看到好像取代的事情發生 嗯 對但是假設沒有這個那又是回到一物一物嘛 回到強勢的外國國幣嘛 回到黃金或其他貴金屬 嗯嗯嗯嗯 其實也是有嘛 不是說以前就沒有這種東西 對對 對所以就是說我們看比特幣取代了某一些貴金屬 在一些比較動亂的地方的狀況 這個是有的 嗯 但是那並不是比特幣造成他們內亂 對是因為他們總體經濟本來就有溫 對就是說當然比特幣可以造成它比方說一部分的碳排方位置效應 那個你要坐在他頭上我沒有意見 但是應該不是比特幣造成內亂 OK好 所以是原來系統如果有問題 對 才會有各式各樣的取代的機制 對對對 比特幣就是數位貨幣是其中一個取代的 對對對就不能說是黃金白銀造成內亂 對 對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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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是嗯 之後兩題是我們的編輯問的 就是 嗯 他想知道在數位世界中的創新啊 就是跟在 通常會在哪些的條件下面產生 就跟任何創新一樣就是你要有創才心嘛 就是說要先有一個痛點嘛 那有一個期待解決的一個新的狀態或一個問題 嗯 嗯 那當這個問題有一個人想出一個說不定更好的 說不定也造成別的問題的解決方案 而又願意分享的時候 嗯 那在數位世界裡面就會大家開始幾次光益 嗯 對 所以這裡面可以看到有兩個 就是 先去條件 一個是說一個人他碰到了某個情況 某個問題某個挑戰 第二個是說他願意去在數位世界裡面 跟有類似情況的人分享 他想到的初步的一些解決方案 嗯 那只要這兩個滿足就會有創新 嗯 OK 這邊我覺得如果這樣要觀察的話 我覺得台灣的社群網路就是 比如說為什麼後來Line 就是Line跟FB都是創新 可是在我現在目前的觀察裡面 我覺得Line甚至比FB 大家就是使用的人數好像更多一點 嗯 那我的意思是說同樣都是創新 那後來這個創新會變成主流 你覺得他的原因會是什麼 很多就是網路效應 就是說朋友都在用 你要跟朋友通訊 所以你變成費用不可 嗯嗯嗯 對我想這個才是就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吧 嗯嗯 那當然真的要講很多細的 好比像說這個就是使用方便 或者是盡可能配合本來手機的使用方式 但是突然間通話跟簡訊都不用剪了 之類的就是當然有一些原因 那因為如果我們不是吃到飽 我們如果頻寬是要收費 對 如果有這個就是編輯的很高的成本的話 那其實當然也不可能蓬勃到這個程度 對沒錯 它是建立在就是499或469吃到飽的這個基礎上面 嗯嗯嗯嗯 但我覺得那個Line跟 而且我觀察到其實它社群的互動就很不一樣 因為Line基本上就是跟你熟悉的 很多時候是實體世界裡面熟悉的人 同學啊家人這樣子對 可是FB比較像是 它就說個人動態時報 然後其實它可以設定是給大多數 就是大眾 其實Line也有個人動態時報 只是沒有人在用 沒有人在用 對就是大家會用在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它設計的邏輯是非常不一樣的 比如說FB就很有可能就是你會被全世界圍攻 就是會有那種到底下 不認識的人到底下留言 可是Line因為它是一個封閉的社群 所以不太可能會有人進入你的社群來跟你留言 所以會被害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系統是真的 就是人際活動 應該說預設的時裝不一樣 對 如果你現在FB但你只裝Messenger 那概念就會跟Line變成一樣 對 對 我只是在想說 欸這兩個其實 然後像比如說像日本 日本就比較流行就是Twitter 對 所以你有發現就是在哪個國家 哪個社群網路會流行起來 是不是跟那個國家的 比較習慣的溝通模式是有點關係的 那就是一開始那群人用手 就是都是網路效應 所以你覺得是先行者決定的 就是如果有一群人 他創作的內容只能在某個平台上 而那群人又有足夠多的願意去隨時看他更新的 那這個平台就會因為這些創作者而獲得 所謂的early adopter 那這群人如果又再繼續在上面 繼續為這個平台貢獻 繼續創造 那很快就會擴散 那擴散之後 就所謂的黏性 就是他找到一個一直回來的理由的話 那他就會佔據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時間 那到那個時候網路效應就會非常的固重 那一半都是這樣的 OK 了解 另外一個是也是我們編情問的 就是他問說 那他可能隔這一段距離再看 再看Og 他很好奇 他想問的問題是說 您覺得你自己在網路上的分身 跟在實體世界的你 對 有什麼不一樣 分身的是別人創作的素材 嗯 就我們一面講話的時候 一面大概已經很多人在二創了 嗯嗯嗯 對 那 所以不管是我的肖像 我講過的話 這份錄影 我的名字 現在都可以隨便的去使用 嗯 所以我也不覺得特別是我的分身 那就是一些創作跟二次的創作的一些素材 嗯嗯 嗯 但我想他好奇的點是說 呃 但有些人在網路上面 是更激進一點 然後其實世界可能很溫和 也許在日本有很多這種人 我不知道啦 對 我覺得他好奇的是這個點 就是說你覺得你的個性 呃 在網路上的個性 跟在實際上 就是跟人互動的個性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 沒有什麼不一樣 是因為我是拿 當年我在網路上互動的方式 放來實體世界 對 所以你反而是這個複製的那個 實體複製的網路 對不對 OK 對啊 就是你也會發現說 我在實體世界 嗯 會等於是想好一整個句子 在講 對 我很少會在中間 突然停下來然後想 對 那這些其實都是 就是等於輸入了一行在 之類 就是很多當時以文字為主的 溝通的習慣 拿到日常用語裡面來使用 對 解釋 嗯 嗯 OK 解釋 你跟一般人可能 就設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太早移民網路的關係 哈哈 其實這樣沒錯 對對對 好 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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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數位這邊我再問最後一個比較好笑的題目 嗯 然後之後我們可能回到那個 因為前夜實體工藝節目還有幾題沒有問到 嗯 那個 就是今天的搞笑題是 如果 去年 就是 呃 觀察去年一整年 就是如果今年有個叫說數位諾貝爾獎的話 嗯 你覺得應該要搬給誰 我覺得應該要搬給就是所有 呃 調整了自己的習慣 呃 被數位轉型 的使用者 嗯 就是不管是因為學校 沒有辦法去上課 所以必須要在呃 呃 螢幕上面跟老師互動 或者是跟學生互動 嗯 那或者是說呃 呃 本來都是實體工作 但是因為分藏分流的關係 嗯 所以變成必須要學會怎麼操作一具機器人 呃 很多這個生產線呢 或者是 他沒有停工 但是整個呃 就是monitor包含維修的什麼方式 全部都改變嘛 嗯 那就是所有人都 呃 呃 在全世界都被數位轉型 對 對 那台灣當然在去年來講是影響已經是最小的了 但是即使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做了很多調整 嗯嗯 對那所以所有那些嗯 被要求調整 被環境逼迫調整 不得不調整 而進行調整的 我覺得才是主角 嗯 嗯 呃 呃 就是 呃 讓大家知道說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嗯嗯 但是整個等於整個萬民一起在做這件事 嗯 所以在你來看 就是榮耀應該歸於那些使用者 那些真的被調整的人 被數位 對 被數位轉型調整的使用者 對 這很有道理耶 是 對想像一個阿嬤 呵呵呵 她去預約口罩或是什麼 對對對 就是第一次願意拿健保卡 給鑰匙 插卡 的那個感覺 對 第一次在便利商店 在那個 kiosk 呃 店員還不一定 這個忙得過來來幫你的那個感覺 對 那個才應該都會不會這樣 啊 突然間有點感動 對 的確的確 大家都願意跨出那一步 對 真的很不簡單 好 那除了這邊 我暫時問完了 嗯 嗯 那我回到那個 剛剛那個空間的部分 那個空間部分 其實剛剛有個點 呃 沒有問到 就是關於 呃 實體空間裡面有個很重要的 就是 也花了你很多時間的部分是旅行 就是從實體空間的 這邊到那個旅行 對 呃 那 旅行這件事情啊 就是我們如果在 就是 年紀比較輕的時候 就是進行的旅行 有些時候會被 呃 說是 是 Grand Tour 就是是壯遊嘛 齁 就是有點像是歐洲的貴族 青年 他們在成年 嗯 之初可能就要有一個這樣的 所謂的壯遊 是 對 那很多人會以不同的方式來完成這件事 嗯 比如說 嗯 嗯 日本的建築師 就是艾成忠雄 他為了要去旅 世界旅行 然後要籌到那個旅費 呃 他想到的方式是 呃 先獻我一筆錢 然後那筆錢要怎麼來 就是 去當拳擊手 他後來是當拳擊手 然後賺到一筆錢之後 呃 但是錢還是不夠 所以後來他是就是 有一部分人也去當船員這樣 嗯 就是那樣很 很刻薄的完成了他的 就是壯遊 那Audrey我覺得你的壯遊 有 看起來應該是Purr的那個旅行嗎 對啊 那是在那個之前 我也就是 做了Infocrint的一個案子 然後 也是賺了一筆錢 對對對 其實從這個結構上面來看是一樣 有點像 對不對 呃 那個旅行 因為我都只是聽你很概率的講過 我去了二十個城市等等 對對對 所以實際上那旅行在進行的時候 呃 當然他起點是 不過我幾乎每天都要寫日記啊 對 出在旅行的時候啊 嗯嗯嗯嗯 所以你也有寫啊 我也有公開啊 那是我blog啊 他就不是我第幾天 第幾天這樣 在Inpocs那個blog裡面 對對對 喔OK 好 嗯 那可以 呃 分享一下嗎 就是 呃 比如在那個旅行 旅行裡面 你的起點當然是因為要推廣 Per 可是 在那個中間的過程裡面 你 你 你的發現 有哪些可以 用你分享一下 當然是會要發展 沒有錯 呃 大概 好幾個嘛 一個是說 我發現說 呃 在全世界我們沒有見過面 但是在網路上一起工作過 嗯 呃 他的人格是連續的 就是一見面是一見如故啦 就是網路上的好朋友見的面還是好朋友 嗯 這個是很重要 那第二個是說 呃 我的英語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糟 哈哈 這個很激烈 對因為很多不是不是native speaker的人 他講英語也沒有那麼容易 聽得懂 嗯 但是反正溝通就是你多講幾次就是了 嗯 所以呃 因為在台灣一直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好像英文英語 本身是一門學問或科目 嗯 你要掌握到一個程度才能夠去使用 對 那但是實際上 語言本來就是生活中會不斷來學習累積的 嗯 所以就算你幾乎完全不會講 嗯 那人家還是會有耐心的匕首花腳也好 完成這一次溝通 嗯 所以我去全世界從來沒有因為我的英文或英語程度不好 嗯 而遭受到什麼狀況 嗯 所以一方面大家人都很好 二方面英語不好不是問題 嗯 所以如果可以就是檢討的話 我應該早一點開始 哈哈哈 哈哈哈 OK 嗯 那你擔任那二十個城市 嗯 有沒有哪幾個城市是讓你就是 有一些特別的感受 每個都有啦 真的太多了 而且我有寫日記 所以我應該去看一下 沒有 就是很難很難一概而論 沒有辦法挑一兩個出來 好 OK 好 那個有公開齁 都有公開的 好 那我回頭去看一下 應該也有講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嗯 好 好 那那部分我就直接教你 那另外一次旅行是 應該是我在 我曾經有看過 但我一直沒有跟妳確認 就是 聽說你在十幾歲的時候也曾經去過 做一個靈修的旅行嗎 嗯 去高瓦去那個印度 對 對 所以那次是什麼樣的旅行 對藏傳佛教有興趣 那很多是因為 那很多是因為 是分別去的 然後時間也都蠻長 所以 嚴格來講這些跟修行也都有關係 嗯 嗯嗯嗯 發現了什麼 發現什麼 就是 當然一方面是發現說 欸 好像就是 再次確認說 很多積累很多是沒有意義的 對 就是他們 他們的那些修行者的文化 也完全不靠 就是 你存了多少錢 實際上 你存多少錢完全不是重點 嗯 而且 當然生活可能有一點 就是 不是那麼多的刺激 嗯嗯 對 但是其實很充實 嗯 所以我任何時候 都不需要覺得我存到多少錢才能退休 嗯 其實任何時候都可以去過那種生活 嗯 所以這是主要學到的 生活不是很多刺激 但是很充實 是怎麼樣充實 嗯 就是有他們自己 比如說 畫畫啊 那這個 有看到很多 張傳佛教的那種繪畫 對 那也有他們 去尼波爾有看到那個變經 就是 進行邏輯的探討 但是是在佛教的這個架構裡面 嗯 對 那就是有很多啦 但是很明顯覺得他們有很多事情做 那也有很多貢獻 嗯 但是顯然不需要有很多錢 OK 嗯 然後在旅行的時候你會做的準備是什麼 嗯 你說像什麼電源轉接器這樣 哈哈哈哈 不是就是有沒有什麼東西是非得帶不可的 護照 護照 哈哈哈哈 沒有 但是對啦 就護照吧 因為其他的到東地都可以買啊 包含電腦 嗯 OK 而且我發現你應該行李也很精簡 因為看起來 不是需要很多那個 非得不可的東西都可以變通 對啊 其實那時候 我旅行很多時候就帶那個 一開始澎湃了 後來Shop stores 就有點像現在的手機 這種感覺 對 那其實大部分的功能 翻譯啊 行事例啊什麼都已經整合進去了 對 所以一般人可能以前在有這些隨身助理之前 還是會說 那我是不是至少帶我Lonely Planet啊 有一個地圖啊 什麼之類的 那些就都不用了 對 都不用 那你會帶書嗎 那就都沒有 幾乎都沒有 那會需要網路嗎 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做很多廉價航空 有時沒時就會發現 託運的行李會消失 喔真的嗎 對 就是說 應該是說 尤其在歐盟裡面travel 可能它不是現在意義上面的廉價航空 但是 就跟International Flight是不一樣的 對 就是它是類似我們在離島跟台灣中間的小飛機啦 對 那時候做很多 對 那但是其實也是跨國 就是雖然是沈根區域 但是也是跨國 我碰到過很多次就是託運delay 託運不見 託運跑到別的機場 託運什麼之類 對 但我應該沒有非常多次 大概到第三次 我就決定不要再託運行李 所以 除了那種很特別的設備 除了一些非託運不可之外 那基本上我是 後來在即使入閣之後 都沒有託運行李的習慣 都自己一個包就帶了 對對對 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東西 都是在登記包可以放一下的 看一個水準 那樣就不太可能帶很多書 對 因為書很重 對 而且如果是去聯網的地方 應該就不用書了 對 所以那幾次到西藏到尼泊旅行 其實讓你就是驗證了 之前在屋來那邊 小屋裡面 理解到的一些事情 對 有點像這兩個人 對 就不會再被那個主流文化說 一定要這個 什麼自我發展啊 積累啊 成長啊 什麼東西 去綁架 那比較是說 那本來每個人 隨時隨地都可以有貢獻 不是等你存到什麼錢 或等你到什麼社會地位 才能有貢獻 後來開始 就在入閣之前 曾經有很長一段針夜待在歐洲嗎 那時候我聽你說 你是以巴黎為基地 就是到各地去 兩邊跑 對 我入閣前的十二個月 裡面有六個月 裡面至少有一天在巴黎 對 所以那時候的移動 旅行的形式比較是 就跟工作有關 參與他們的施政 這當然一方面是 但是就分享 我們的社會民主的經驗 那二方面也是 拜訪老朋友 我有跟我爸 從巴黎飛到德國 回去我當時念的小學 就是 對 在旁邊的土地巴黎的小學 也有去找 我當時的導師 也有找這個 我爸爸的指導教授的夫人 等等 就是這些都 我覺得是很自然 不會說好像這就是工作 然後那個就是生活或旅行 本來就是都可以期待 嗯 當你不管是因為工作 或者是因為 就是因緣機會到了某一個新的城市 或新的地方的時候 你怎麼觀察那個地方 嗯 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先 非以前 就會先去想說 在那邊 要去哪裡 或者是要吃什麼 或者是要住哪裡之類的 就會計劃嘛 但到了當地之後 基本上就是當地人 如果有建議 有推薦 那又覺得 這個 一定要去看 這個市集一定要去逛 之類的 那當然就是挺當地人的 所以 雖然有計劃 但是大概 一有變化就丟掉計劃 所以有什麼 好笑的事情 或者是悲慘的事情嗎 在這些旅行裡面 嗯 都有啊 蠻多的 對 那時候從奧地利 那個 沒有辦法 就是買到 比較能休息的床位 所以就是在那時候 一般學生的 只能坐著還不能睡 對 的那個 長途火車裡面 跟我爸這個 擠了很久 對 那也是很特別的經驗 對 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種 就是歐洲他們 就是學生 就算沒有什麼經濟能力 也可以 幾乎沒有任何花費的 就是隨便 愛去哪裡去哪裡 對 在整個歐盟裡面 那真是經驗到 對 旁邊就都是年輕學生 對 那實在很有意思 那 嗯 之前也有寫過就是 因為當時帶了一個 具有水冷裝置的筆電 嗯 因為那是當時 比較真的能夠 跑VR的一台筆電 對 那那個水冷裝置 水冷裝置 對 還會發紅光 對 那個就被機場在 我要帶上飛機的時候 這個 對 就是說就是 攔架來檢查的時候 就 他們很怕會爆炸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 這類的東西 對 然後說這個電池很大 我就說沒有 明明沒有超過那個瓦數 他就是 就是 後來就是折衷就是 既不能脫運 也不能放行李箱 必須要是 放在我座位旁邊 而且是 我跟Fly Attendant的視線 都不能離開他 對 這樣有時候完全被當恐怖分子 哈哈哈哈 之類 那個也是 了解 這還蠻好笑的 對對對 好 然後 呃 然後對於那些地方的食物什麼的 有什麼特別的記憶嗎 對 他還好吧 就是都是 碳水化合物 蛋蛋池啊 脂質啊 沒有特別的 太多的對食物的記憶 嗯嗯 其實你對食物好像 都是特別的挑剔 就是好像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它當然好吃 但是好吃完不會特別去記它 嗯 OK 謝謝 好 那 呃 我想要問的是說 從從年輕時候到 二十個城市巡迴 到 後來 比如說也在歐洲這邊 就入閣前一年 也在歐洲的一些 城市待過 你覺得這個 這些 因為這些經驗都不是一般人會有的 對 你覺得這個有怎麼樣改變了 就是會是形塑了你的世界觀 就是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嗯 就是大概就是跨文化吧 Transculturalism 嗯 然後 嗯 然後 有人問我是馬力人 我有時候會說 地球或太陽系或什麼之類 嗯 但是最常才是講現在的人 嘛 Savians 對 對 就是說就是 有一種 Team Human的感覺 就是不是 好像 嗯 自己的 特定的文化的經驗 就讓我對那個文化產生認同 而是覺得 任何的文化 都是一種經驗 嗯 所以那我覺得這個是蠻Liberating 就是說 我的經驗跟你的經驗的 有交集的部分 是我們可以彼此 互相共享或探討的 沒有的部分是可以學習的 但是不會因為我是什麼人 而你不是那種人 嗯 我們就好像有一個距離 嗯 嗯 可是偶爾也會有一些文化衝擊吧 對 對 有被文化衝擊的經驗嗎 但文化衝擊 對我來講 其實就是 就像剛剛講到去德國變文 那個也是就是我調整自己的一個經驗 就是我不會特別覺得說文化衝擊 是因為我堅持某種文化 嗯 而對方不接受 然後才是衝突 嗯 我常常就是一種 嗯 那我對於這個不了解 那不了解可能會犯錯 可能怎麼樣 那但是很快就 我可以調整嘛 嗯 我就去學習 所以因為一直是抱著這個 就是是我去經驗新的文化 去調整去配合的這種態度 所以反而不會有culture shock 因為culture shock 大部分是你堅持某種世界觀 對我沒有堅持某種世界觀 嗯嗯 你是隨時可以調整 嗯 嗯 那但是這些國家或是這些城市裡面 其實 嗯 朋友之間當然都會有朋友互動的方式 對 可是你有觀察到每個地方就是 跟朋友或是跟人際互動的方 其實還是會有點不一樣 嗯 所以有沒有什麼發 就是如果就增廣世界觀 或者是了解各國的朋友這點來講 有沒有什麼發現是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來自一個 本身是一個文化 或次文化的網路文化 嗯 或所謂黑客文化等等 那所以我到每一個地方其實 先會定謀的就是找族人嘛 嗯 就是本來在網路上已經認識的人 對 所以那個才是文化 所以對我來講那是我主要文化 對 所以我不管在哪個地方 甚至包含台灣 我都是一種 我不是這個融入 而是我調整 這個概念還是不一樣 我調整是說我本來有個文化 但我調整到也可以適應這個文化 但不是說好像我這個就 那叫什麼 剛Native 我就變成了這裡的人 都不是這種感覺 對 人類學家叫做這個叫部落化 對對 對 並沒有 一直都還是一個處於不同文化之間的感覺 而不是就像你說的部落化的這個感覺 所以我很難去用 就是剛剛你問的那個框架去說 然後在正光的見聞上面 我本來的文化 跟新的文化成是什麼衝突 什麼之類 因為對我來講 我本來屬於的那個文化 就是忘記網路的 自由分享的 等等的文化 我碰到光是這個可口可樂裝品 你剛剛講那個商業的 對 我都會有一種就是你知道 小王子發現有人在數星星的數目 對對對 的那種感受 所以就是那種感受對我是 不是說我出國才有 我在這邊也有 我任何時候都有 對 所以你已經有一個自己 等於說自己成長過程裡面 就已經在的那個 對 那個生態系 對 然後不管到哪裡其實 你都會先 先跟 先去找當地的在那方面的朋友 然後之後 再一起來觀察其他人 一起來觀察其他人怎麼行動 對對對 我為什麼剛剛提出可口那個例子 是我覺得那個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說一般人 一般人會看事情的方式 是更好 說黑客文化圈好了 看事情真的完全不一樣 確實 有很多家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透過我們的訪談或書 其實也把黑客文化介紹給很多人 我覺得是很棒的 對 嗯 好 那 休息一下下 也可以 我們再休息一下下 然後最後我需要半小時 好 大概就不是一個 哈哈 就不是 就是數位就好多 很多很多位 對 所以 所謂的更美好 你覺得是根據 呃 那意思就是說它是往未來開啟創造力的 而不是 只是好像我理想中的世界 我強迫其他人加入 嗯 那每個人有自己的觀點 那你自己的觀點是什麼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觀點就是 所謂的Digital Pluralism 就是數位的多元事件 嗯 就像我剛剛強調 網際網路是強調網際兩個字 而不是網路兩個字 嗯 就是說 對我來講 對我個人來講 理想的 就是每一個參與的人 都可以以他理想的 而不是以我理想的 嗯 來進行世界的編排 哦 OK OK 對 對 對 如果這樣子 比如說今天如果是我 就是假設我 我 我認為一個美好的世界 是 比如說是對於 工作媽媽友善的世界 假設 好嗎 對 那我當然幫你 那所以今天如果我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覺得我應該要怎麼開始做 對 一方面就是跟你同樣的世界的 好比想說都是 對 對 那等於你們共享經驗嘛 也就是共享某種可能的世界 對 就像是說這個 華國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對 是一群就是想要在特色公園玩的小孩的家長 對 是一樣的道理 那個超有行動力的 對 那個聯盟很厲害 就是說他們先是彼此互相發現 我們的需要是類似的 然後又發現說你這邊去跟這個里長或這個社區 lobby 我跟里長或是 不如我們整理一套論述 我們一起就可以 lobby的更有系統之類 對 所以就是說 就跟類似我剛剛講到歡迎星辰的社區集結是一樣 就是說 每個人都碰到同樣的問題嘛 那但是這些同樣問題 如果能夠組織起來 那變成是一個共享的價值 或至少互相都不排斥的價值 那這個價值就可以把這些本來是單打獨鬥的人 凝結起來 所以就是發現問題 並且願意分享 都會分享來組織 我想這個是一定就是可以往 我們現在會叫社會創新嗎 對這個角度去去想的一個方法 如果是以特工網為例的話 其實它中間其實還是有些環節 比如說第一個發現問題 然後就是找一群可以跟你共享這個理想的人 然後之後他其實有提出論述啊 然後還有出書啊 對然後還有出書 然後他還有實際上去跟理想溝通 然後一路曾經往上嗎 對一路曾經往上 後來就是立委也都聽過了 對對對 所以的確就是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完整的 就是我想像中有一個美好的世界 然後我從零開始做的一個歷程 對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歷程 對對那真的是一個很好的 所以我在書店可能就用這個做的歷程 對對對我覺得這很棒 我記得我有一個日本朋友也是媽媽的 他就說他覺得台灣的工藝非常有特色 對對對 而且我們講社會創新 因為我是數位政務 大家都問我數位社會創新 我有時候就會特別拿特工網來講 因為這跟數位沒什麼關係 對 對他們有用一些數位工具 可是他們主要的訴求並不是數位的 對 對 而且我覺得好像從社區開始 是一個大家都很有感的 因為它會直接影響到每天的時候 對 是這樣的 對 所以這的確是很好意思 另外一個 其實剛剛問到網際網路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我覺得我可以延伸出來問 就是我覺得過去的網際網路的 生態跟現在 有一個 當然數位工具是一直在進步 但是我覺得有個非常大的不一樣的是社群化 就是社群化的狀況 的情況是更普遍 而且其實那個社群化也會帶來一些壓力嘛 比如說像 就是這兩天其實就有 就是奧運的就是美國前任的體操金牌選手 他因為他覺得他為了要維護他的心理健康 所以他要推散之類的 那這個社群化的壓力其實是 你只要接觸到 所有工具 參與了某個社群器就會有的 對 所以面對這種社群化的壓力 你覺得大家怎麼樣自我建設 不過這個以前就有了 我們以前在玩MOD的時候就有了 所以 我不覺得這是新的東西 我覺得只是 之前是 你的左臨右舍不一定受到這種壓力 現在是你的實體生活的左臨右舍也受到這種壓力 就是最大部分 就是他捲動的人變多了 對 以前其實你在線上有參與過任何社群 就算當年的BBS 也都有同樣的社會動力 這個部分並沒有改變 但差別只是說 之前你在那邊如果有一些衝突什麼 你可以回到所謂的實體世界 稍作喘息 但現在不是啊 你在巷口買早餐說說 說不定他也在關注同一個這個題目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你沒有什麼 在實體世界好像跟社群媒體 拉開一段距離的這個選項 對 尤其在台灣非常well connected 那可能大家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 確實是會有一種好像 就是過度的密切的這種感覺 對 那我的解決方案也很簡單 就是半小時休息一下 每天睡八個小時這種 對 你真的要講這個mental health 這個就是mental health最基本的 對 對 那我覺得 為什麼 總是回到這裡是因為 本來就是在這種 比較像獨處的時間 不管是半小時的小休息 一天要休息八個小時 本來就是在獨處的時間 一個人才能夠整理出 比較不受 剛剛講的這種社群話 或過度社會話 所影響的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自己自處的方法 但如果是削弱這個時間 那最大的可能性 大概都是上癮嘛 就是說因為成癮行為 所以他因此而晚睡 或因此這個早上醒來 本來可以再休息一下 那你就跑去晃手機了之類 對 就是說他在兩邊 開始跟結束點 削弱這個 自己獨處的時間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解決方案 就是不要被削弱 其實就只有這麼簡單的回應 好好維護自己獨處的時間 就是說自己獨處的時間 不但要明確的決定 而且就是任何自己 因為成癮行為或什麼別的 也要趕快警覺到 那所以就是我不是說 完全不能做 這不是什麼戒律啊 就是說你如果因為看奧運 而晚睡了一小時 那隔天就想辦法 一小時回來 其實概念只是這樣 所以獨處時間 這個我覺得它有點像 是一個心理的疫苗對不對 就是說其實它可以維護你 但獨處時間做些什麼 其實也是很重要 你也不可能獨處時間 又跑去滑手機 對不對 所以這個獨處時間 不要做社會化的行為 不要做社會化的行為 不然就不叫獨處了 對 所以不管是去煮個菜 聽個音樂 都可以 好 就是只要獨處就好了 那以前的網際網路跟現在的網際網路 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除了捲動很多人跟現在頻段更寬之外 嗯 真的要講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對於網際網路的核心 之前會覺得說這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因此應該不會有哪個國家或地區要斷網吧 當時有個很天真的想像 就把它當做infrastructure 對 就是類似是怎麼會有國家要截斷自己的自來水或電力設備的那種感覺 但是現在就發現說不是這樣 在某些他的正當性受到質疑的國家 他會認為網際網路是類似像是境外媒體 事實上比境外媒體更有顛覆力 尤其是在顏色革命之後 那很多的極權或威權的國家 對網際網路的看法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們本來覺得那是商業使用 科學使用 娛樂使用 但是突然發現怎麼主要英文變政治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會開始採取一些 就是在網路治理上面來講 就是說所謂的巴爾幹話 就是每一個自己的主權國家 想要行使他自己意義上面的網路 而不再是以網際為主 他寧可保留不再做網際交換 只剩內部網路的這種選項 也要確保說他的習慣的生活方式 不會被網際的這部分所顛覆 所以網際被刪掉是要網路 就剩內部網路 這個對一般人不會有影響 但是對身處那個那個 如果你是好比少說香港人 對不對 每一天都稍微感覺到一點點 對 我的意思是說一般人要怎麼樣去回應 或是需要對這樣的事情有什麼樣的思考嗎 我覺得當然因為我們是在一個 網際網路這個度特別高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想的反而不是說 我們自己要怎麼樣 而是我們怎麼幫其他人 去維護那個 對去維護他的 對他的網際的這個創作的情況 這裡面當然一部分是說 我們可以證明說 網路它不是只有破壞性顛覆性 或者是讓人跟人之間更彼此不信任的運用 也有讓人跟人之間更容易彼此信任 讓真相傳播的比較嚴快 等等的應用 所以你不需要回到斷網 或者強迫下架 你光是用即時澄清等等的社群的做法 也可以去把這種假訊息的危害 把它處理到一個程度 就像是我們要防疫 但是不一定要限制人的移動自由 就是簡單講我們沒有封城 對那所以就是我們光是存在 或者光是釋出這些新的 在不喪失網際的這種基本自由的情況下 去對峙這些信心的這些威脅的方法 那而且與你分享 這個就已經是在幫忙 所以不管是你加入這個時時茶和的社群 就是去投開票所監票的時候 用手機錄影 就是任何一點點都是在處理 媒體看起來覺得很有趣 對都是在促進這件事情 確實我們看到其他的有一些民主國家 就是因為它開票的時候 沒有一個足夠近的距離 大家不同的黨派都用手機錄影的習慣 所以在計票的公正性上受到非常大的質疑 然後到最後就是也發生一些不幸的事件 對那所以就是說我們這些經驗是有幫助的 謝謝 所以繼續在我們原來的常態裡面 去做一些記錄跟分享 就去神話民主 然後也要願意分享 連結國際 對 這個很棒 OK好 那今天應該差不多了 好吧謝謝 感謝 很棒謝謝 我每次來都來很長的時間 真的很不好意思 OK